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質量 質量就是目前的標準是這一塊 這一塊叫做一公斤 這是目前唯一還是用實體 就是我們講過那種薄液的實體來當做標準 可是這樣做完就是 它如果缺一塊就變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想辦法把它變成不需要靠 就是每個時間都能做的 不需要靠實體 或還沒有認識出來 等證之後我們再改標準就好 就是目前的標準就在玩意的叫一公斤 然後它的單位 國二的基本上都是用功課 國三基本上都是用公斤 代號看一看 換算看一看 意思看一看 台灣現在很少人寫公司 很少人寫這公司 三招是寫的就是豪克 但是也很少用 然後就是測量的工具是用天平 這裡有三種天平 有所謂的上民天平 很低天平跟山良天平 這就是我們的工具 那這天平的使用就是一個學習的重點 天平的平衡其實不是所謂的質量相同 其實是所謂的力舉相同 那什麼是力舉 國三上學期的時候會教 你就先不要反發 你就擺在心裡面 知道天平的平衡實際上是力舉相同 然後我們國三的時候會教你什麼叫做力舉 不要說會教你什麼叫做力舉 我們測量質量的時候是用天平 那我們測量重量的時候用什麼 停車戰界問我們用什麼玩意兒測重量 帥哥美女 No.1 1 我用什麼工具測重量 三個字 不是多喝水 也不是我愛你 什麼玩意兒 五四三二一 請撞 用什麼原理 補課定律 那是一個重點 再說了 以後再提了 然後呢 天平的使用 我們講過所有的儀器的使用 第一步做什麼東西 歸零 然後我們有一個校準螺絲旋轉 有人會問你說要旋進去還是旋出來 那麼你如果學過你會更清楚 放外面一點會比較重 放裡面一點會比較輕 然後就可以調整它 然後呢 看它應該往左移還是往右移 旋入還是旋出 我們用校準螺絲 然後指針 指到我們的中間 第一步都是歸零 然後開始呢 帶側物放左邊 砝碼放右邊 因為多數人是右撇子 所以放右邊比較方便 然後我跟你講過了 如果是上米天平 左右頂倒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有騎馬呢 就不可以頂倒 因為騎馬的質量都放在 右邊 就不可以頂倒 然後最後就把所有的法碼 如果有權碼 騎馬的質量都加起來 就是我的東西的質量 就是我們做 然後呢 這個左左邊呢 叫做等壁天平 然後它有騎馬 我們講過有騎馬 就不可以左右動作 一定要帶側物放左邊 砝碼放右邊 然後把它全部加起來 那右邊那邊叫做三良天平 三良天平沒有砝碼 通通都是騎馬 這一個是十二十三十四十 然後放在二十 下面是一二三十四五 放在五 就是二十五 這樣子做出來 OK 然後通常騎馬的高度是0.1公升 就是看題目怎麼寫 題目怎麼寫 怎麼做 然後呢 蹭涼化學套餘的時候 應該使用蹭涼紙或蹭涼體 不要直接放在蹭板上 因為發生五十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規理的時候 應該是放入蹭涼紙去做規理 這個想法很正常很簡單 然後呢 這個叫倒過來做 我們平常的做法是 想測出A的質量 就把A放上去 然後在另外一邊開始放法碼 可是如果我想要你秤 二十克的碳砂納 就怎麼辦 就先放二十公克的法碼 再上去加碳砂納 加上平衡維持 所以就到這邊 你程序上是顛倒 程序上是顛倒 然後呢 盡量把穩的放在中間 讓它不要晃來晃去 要就是小事情抓 也就是注意事項 然後這也是有人考過問過的 不要拿你的奶油桂花手去拿那個法碼 因為它會生鏽 生鏽 補石會生鏽 所以要拿鑷子去拿 鑷子去拿 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 用天平測出來的結果通通都是一樣 因為質量是不會變的 所以用天平測出來的結果通通都一樣 但是有一種地方沒有辦法用天平兩種地方 失重狀態 因為失重就沒有人拉你 沒有人拉你 就沒有我們剛剛講過的那個力矩 沒有力矩就怎麼 左邊都會等於右邊 就撐不出來 所以失重狀態 像那個太空船這就不行 但是那有什麼辦法做 就有一些方法 國中會用的方法是我們 下學期要教的 國中要教的那個牛哥 運動機率 那就是別的方法 那不管它 不管它 那以後再說 再告訴你說 重點叫做 質量是不會變的 到處都一樣 所以 你天平測出來的結果 大家都會相同 大家都會相同 就是有關於質量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 好不好